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内容 法院的调节 这是今年的新增内容 这个内容呢 是有可考性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分为可以调节和不得调节两种情形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来进行调节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民事案件 双方当事人更多的是一种诉求上的协商 它采量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通常都是可以调节的 它跟我们后续学的行政案件不一样 行政案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行政行为 所以它没有什么采量的空间 比如说税务机关根据税法的规定 要求纳税人补交税款一百万 加收质纳金 同时除以罚款一百万 同学们 补交税款一百万 这个东西有商量的余地吗 是吧 当事人说了你也别让我交一百万了 是吧 咱商量商量 我交二十万行不行 是吧 税务局说了 说你这二十万太少了 这么着吧 你怎么也得给我百分之六十 你交六十万吗 干嘛呢 买白菜呢 是吧 要么就交一百万 那要么你就错了 是吧 那你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进行 所以它没有什么采量空间 因此 行政案件原则上是不能调节的 但是民事案件原则上都是可以调节的 这是一般规定 但是民事案件当中有特殊的 不能调节的行星 什么情况不能调节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式催告程序的案件又来了 这仨程序 我们一直在说 什么程序 非速案件 非速案件就意味着没有被告 同学们 没有被告 你对着谁调节呀 你对着空气调节呀 对吧 非速案件有什么可调的 好 第二个看清楚 是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的案件 这个他没有调节的余地 没法调节 什么是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的案件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老赵啊 原来呢 在村子里边 务农 就种地 后来呢 这个 他爹呢 给他说了一个邻村的姑娘 然后呢 老赵呢 就成家了 成家之后呢 第二年 媳妇特整齐 怀孕了 老赵呢 就跟媳妇商量 说媳妇啊 你看啊 这个原来呢 就咱俩人 是吧 我这个种点地呢 咱们俩一年够吃够喝的 我呢 也喜欢陪在你身边 但是现在呢 咱们家孩子马上就出生了 咱们得给孩子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你看咱们同村的小伙伴 都出去外边打工挣钱去了 那我呢 趁着这个 这个农活不多 我也想出去 跟他们一块去打工去 行不行 媳妇当然很支持 老赵那么上进 媳妇很高兴 于是就同意了 老赵呢 跟着同村的小伙伴 就进城了 结果呢 陆陆续续的小伙伴们 都回来了 老赵呢 就一直也没回来 偶尔呢 可能给家里 发个信 打个电话什么的 老说工作忙 这个媳妇呢 转过年来 生了 是吧 然后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老赵还不回来 然后呢 媳妇就跟小伙伴们打听啊 说这个 我们家老赵 跟你们一块去打工了 你们都回来 他怎么好几年不回来呀 他是不是出事了 然后邻村的小伙伴就说了 老赵可没出事 这个家伙脑子可好使了 运气也好 现在可发迹了 人家老赵 原来跟我们一块 在工地干活 结果呢 后来买彩票 中奖五百万 然后拿着这个钱 进建材 现在做建材的生意 做的风生水起的 你赶紧去城里 投奔他就 老赵媳妇一听 哎呀还有这种事呢 太好了 是吧 于是呢 领着老赵的七个葫芦娃 给老赵生了个七胞胎 特别生气 是吧 领着七个葫芦娃 就进城了 结果进了城一看 找到了老赵 邦邦邦一敲门 一个年轻的少妇 也是抱着一个小孩 从屋子里出来 说你找谁呀 麻烦了吧 出事了吧 哎 原来老赵在城里 又娶了一个媳妇 又生了一个吧 那原来的媳妇不干了 原来的媳妇说了 那我得到法院起诉 要求跟老赵 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 干嘛呀 要求老赵支付七个葫芦娃的抚养费吗 对吧 那你说这种事情出现了 你作为法官 你怎么调节 三方当事人作为一块 你作为法官 你说了 你也别说是老赵媳妇 哎 你你你你你也别说是老赵媳妇 咱们商量商量 这么着啊 一三五你是他媳妇 二四六你是他媳妇 礼拜日让他休息一天 行吗 不行 没法调节 是吧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注意一下 是身份关系确认是前提 身份关系确认是前提 婚姻等只是个例子 除了婚姻以外 其他的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也不能调节啊 比如说七个葫芦娃 也要求跟老赵确认存在父子关系 法院能调节吗 法院说了 你也别说是他儿子 是吧 你也别说是他爹 这么着 一三五你是他爹 二四六他是你爹 礼拜日你们八个论哥们 行吗 也调节不了吧 所以记住了啊 是身份关系确认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没有材料空间 没有调节空间 就不能调节 身份关系确认 要跟离婚案件 去做区别 离婚涉及到身份关系确认吗 它不涉及确认 所以离婚案件 是法律要求 应当进行调节 我们叫宁拆三座庙 不毁一家亲吗 是吧 打离婚官司法院 都是要调节的 所以什么能调 什么不能调 考试的时候看清楚了 别看见婚姻 就想着离婚的事 这是身份确认 好了 那么接着往下来 看调节的生效 调节书 跟我们仲裁的调节书一样 都是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才发生法律效率 因为得双方同意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调节书的具体法律效率 首先 一旦调节成功 这个案件的诉讼法律关系 就消灭了 就完事了吗 调节书都出来了 双方都认可了吗 是吧 这件事就结束了 第二一个 当事人在诉讼中的 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 就消灭了 这个争议就解决了吗 对吧 调节书双方都签收了吗 那当然争议就解决了 第三个 具有几副内容的调节书 它是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的 所以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 另一方当事人 可以拿着生效的调节书 向法院的执行庭 申请强制执行 没有任何问题 它跟判决书 是一样的效力 好 第四个 对调节书是不能上诉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 一审的上诉 才只有判决和裁定 看到了吗 判决15天 裁定10天 调节不能上诉 好 第五个 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再行起诉 因为这件事已经审结 已经结束了 这些都是结论性规定 记住它 好 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判断题 说人民法院 对于亲子关系身份案件 不得适用调节程序 同学们 亲子关系身份案件 是不是身份确认的案件 我们刚才刚举完例子 七个葫芦娃 到法院起诉 要求确认 跟老赵之间存在着父子关系 法院能调解吗 135 你是他爹 246 他是你爹 礼拜日 你们八个哥们 能行吗 我不打起来了吗 不能调解 身份关系确认的案件 不能调解 这个说法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个内容 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 也是今年教材的一个调整内容 首先 是执行的问题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民事调解书 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 比如说 仲裁的裁决书 仲裁的裁决书 也是属于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 那么 这些当事人都是要履行的 那如果说一方拒绝履行 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包括仲裁的裁决书 也是向人民法院去申请执行 因为仲裁是没有执行权的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申请执行的规定 一般情况呢 是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天开始计算 如果约定分期履行的是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果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是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期期限是两年 这个起算点跟我们诉讼时效的起算是一样的 而且申请执行也是用诉讼时效终止和中断的规定 只不过它的期限跟普通时效不一样 普通诉讼时效是三年 执行时效是两年 看到两年 如果有以前学过法律的同学应该知道 在民法通则时代 我们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其实就是两年 后来的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的出台 我们把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调整为三年 但是执行时间还是两年 好 接着往下来是超期申请的问题 申请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 就相当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一样的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还是受理的 相当于起诉权不相命 对吧 那么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 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 异议成立裁定不予执行 说明作为被执行人拥有抗便权 对吧 第三个 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 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 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就类似于实体权力不相命 对吧 因为你已经履行了 所以跟诉讼时效的规定完全一样 这个点不用单独计 了解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 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对比表 到这儿为止呢 算是我们民事诉讼给大家全介绍完了 那我们呢 通过这个对比表呢 是帮大家对比了仲裁和民事诉讼上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们简单看一看 首先从适用上来讲 仲裁适用的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和财产关系 但是民事诉讼 它的适用范围比仲裁要广 它除了适用财产关系以外 它还适用于人身关系 对吧 那么审判和仲裁制度上看 仲裁是一财中局 民事诉讼是两审终审 这个点我们以往年度都有过考题 甚至都是单独考的 对吧 重点 然后接下来是何议庭或者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可能由一名仲裁员或者三名仲裁员组成 如果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设置首席仲裁员 而民事诉讼呢 它是由三名以上单数的审判人员组成何议庭 当然它有独任制的时候 那么何议庭呢 也有三名都是审判员的 和一名审判员加两名陪审员的 有具体的实用情形 对吧 然后接下来是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仲裁是没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 而民事诉讼 它是有级别管辖 也有地域管辖的 而且它的地域管辖非常复杂 我们讲了五大地域管辖去 从实效上来讲 仲裁我们没有提 但是大家得知道 仲裁它也是用诉讼实效的规定 那么民事诉讼呢 它有普通诉讼实效期间 也有最长诉讼实效期间 是吧 普通诉讼实效期间三年 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被遣害和义务人计算 好 那么再往下是申请 仲裁的申请前提是双方必须要达成仲裁协议 而且仲裁协议的形式必须是书面的 而民事诉讼不要求协议 他可以直接提出 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有书面的起诉状 但是不是绝对 特殊情况是可以口头起诉的 从收费的角度来讲 注意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是收费的 有同学说你前面讲这两条都没提 你在这儿为什么总结 这一条我们得说一下 在民事诉讼里没有 但是在后面的行政诉讼里面 他提了收费问题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行政诉讼那一块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做单独总结了 我们就统一写在这儿 经济仲裁是收费的 民事诉讼也是收费的 民事诉讼打官司那肯定得花钱 而且我们都知道是由败诉的一方来承担 那么如果双方都有责任的 按责任按比例去分担 一定都是收费的 开庭仲裁和民事诉讼都开庭 但是公开注意一下 仲裁一般是不公开进行的 而民事诉讼通常是公开进行的 但是他有依法不公开和依当事人申请不公开 两种特殊类型 回避制度两者都实用 但是注意民事诉讼当中 证人不适用回避制度 两者都可以和解 仲裁是可以调解 而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可以调解 但是非诉案件和身份确认案件 是不能调解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律文件的生效时间 仲裁的调解书是双方签收 知识起生效 仲裁的裁决书是做出知识生效 民事诉讼也有调解书 也是双方签收生效 我就没写 然后一审的判决书 是宋达知识起15日内不上诉生效 我们只说了判决 才定是宋达知识起10日内未上诉生效 而二审就是终审判决 这就是这一部分所涉及的 所有的法律文件的生效时间 这些该对比的 我们简单的帮大家梳理了一张表格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再出现类似问题 说下列关于仲裁和民事诉讼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谁 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通过这张表 基本上这个分就能拿到手了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有关于民事诉讼的规定 总算是给大家介绍完了 时间真的是不短 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今年在第一章 它的变动有多大 民事诉讼加了多少东西 民事诉讼本来就是我们的核心考证 今年加这么多东西 它更是核心 所以要求同学们 每一项都要认真的梳理清楚 民事诉讼帮方 部分呢 我们讲了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注意一下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记住了离婚 不能仲裁 但是离婚可以起诉 就够了 而它的审判制度 我们讲了四个审判制度 第一个是两审中审制 一个案件 经过两级法院审理 极高终结 但是注意 我们有特殊一审中审的情形 所以这块要注意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什么情况下执行一审中审制 第一个 第一类是非诉案件 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式催告程序 审理的案件 第二个是检疫 小额诉讼程序 审理的案件 第三类 第三类是什么 由最高人民法院 一审的案件 对吧 所以记住特别的 而合议制度 是由三名以上的 什么人 审判员还是人员 注意是审判人员 组成合议庭 是吧 那么一审 有独任制 有合议制 一审的独任制 检疫程序 适用独任制审理 然后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式催告程序 审理的案件 是独任制审理 但是注意 其中特别程序里边 涉及到 涉及到什么 选民资格的 重大疑难的 这个不行 再有一个 就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但是呢 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的 是可以独任制审理的 也就是说 新规定 是把独任制 和 检疫程序 给解绑了 那么一审的 合议庭制 一般情况下呢 是由审判员 和两名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 但是 如果是选民资格案 和重大疑难案件 要求必须有 三名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 然后就是二审 二审 也有适用独任制审理的行形 是吧 包括 一审 是用 检疫程序审理的 还有就是 对一审 裁定不符的 什么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 而且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 就可以在二审 适用独任制 那么其他的二审案件 都是合议制 而且二审的合议制 全部都是由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 合议制 其实不太重要 我个人认为 考的可能性不大 大家做一般了解 回避制度 注意证人 不适用回避制度就行了 公开审判制度 注意依法不公开 和依当事人 申请不公开的两种情况 当然 公开制的一般规定 是首要掌握的 民事诉讼是开庭 并公开审理的 而特殊情况下 涉及国家秘密 和个人隐私的 依法不公开 涉及商业秘密 和离婚案件 当事人可以申请 不公开审理 而这个不公开 指的是过程不公开 无论过程是否公开 结果 一律公开 哪怕涉及国家秘密 结果也得公开 对吧 好 那么接着往下来 是管辖权 管辖权的 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 级别管辖 我们就不废话了 大多数的民事案件 由一审 一审由基层法院管辖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一审案件 有三种情况 然后高级 和最高法院管辖的 一审案件 有各一种情况 这个了解就行了 那么地域管辖当中 首先第一个是一般管辖 一般管辖呢 又叫普通管辖 我们有三大原则 原告就被告原则 经常居住的原则 和多人涉诉原则 原告就被告原则 一般情况下 由被告住所地 法院管辖 哪块是被告住所地 第一个 如果是自然人 就是他的户籍所在地 如果是法人 就是他的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 那如果主要办事机构 不能确定的 就是他的登记住所地 对吧 那第二个 经常居住地原则 如果住所地 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经常居住地怎么判定 外出满一年 而且非住院就义 多人涉诉原则 各该人民法院 都有管辖权 记住这一条就行了 好 那么往下来 就是特别管辖 特别管辖 我们这列了一堆的 第一个 要求大家掌握合同 合同纠纷 是合同履行地 或被告住所地 保险合同纠纷 是保险标的物所在地 或者被告住所地 保险标的物 如果是特殊的 比如说运输工具 那就是运输工具的 登记住所地 如果是运输中的货物 那是货物的目的地 或者是事故发生地 那如果是人身保险 是被保险人的住所地 票据纠纷 是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票据支付地 法院管辖 运输合同纠纷 是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运输的始发地 或目的地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最重要 被告住所地 或者是侵权行为地 侵权行为地 又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 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我们讲了两类特殊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针对 网络信息 侵权案件 那 侵权的 发布侵权信息的 设备所在地 以及 被侵权人的住所地 那第二一个呢 就是产品 和服务 因为质量不合格 导致财产和人身损失的 包括产品的制造地 销售地 请权行为地 然后还有服务的实施地 还有被告住所地 都有关下去 交通事故请求损害赔偿 是事故发生地 或者被告住所地 如果事故发生地 没法院 就是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 航空气最先交流地 公司的注意一下 涉及到什么公司设立 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 解散等等的 都是由以公司为被告 在公司住所地起诉 专属管辖 涉及不动产的 不动产所在地 港口作业的港口所在地 遗产继承的 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 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 专属管辖 协议管辖 合同纠纷 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包括物权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是可以协议的 可以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 是原告住所地 合同签订地 合同旅行地 被告住所地 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共同管辖两大原则 立案在先原则 禁止TPO原则 由多个法院管辖的案件 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院起诉 那如果当事人向两个以上法院起诉的 由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辖 那先立案的 不能够将案件移送给其他 有管辖权的法院 其他法院在立案前发现 其他法院已经先立案了 不能够立案了 那如果是立案后发现 其他法院已经先立案了 裁定将案件 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什么情况下移送 要看准 这是第一管辖 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范围 对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们要求记住三个词六个字 存款债件出资够了 然后是民法典的规定 包括侵权行为 请求权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然后人身关系 请求权 包括请求支付 抚养费 赛养费 抚养费 没有考点 有考点的是物权请求权 其中 不动产和登记的动产的 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的权利 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 如果未登记 就要受约束 这适用范围 然后 是具体的期间 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利被侵害和义务人制止起三年 最常诉讼时效 是自行为发生制止起 超过二十年不予保护 最常诉讼时效 是不变期间 不是用终止和中断 但是经法院认定 是可以适当延长的 即特殊情况 然后接下来 我们介绍了一系列的 起算点的司法解释 这个内容 我觉得通过常识可以判定 对吧 侵权行为伤害明显的 伤害之日 伤害不明显的 什么日 是吧 确诊之日 对吧 那如果说 旅行期限 旅行期限明确的 到期日 旅行期限不明确的 那么 没有约定旅行期限的 看能不能确定 能确定也是到期日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就是债权人 要求债务人 旅行的宽限日 接满日 那如果说 要求旅行 他当时拒绝 那从他拒绝之 那国家赔偿的是 知道行为 国家行为 侵害自己权利 权利的日期 是吧 分期旅行的最后一期 然后还有什么 对于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起诉法定代理人的 是代理关系终止之日 再有 就是 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年满18周岁 且知道 等等等等吧 我们可能有的说了 有的没说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 你理解了不用背 最重要的是终止中断 客观原因引起终止 主观原因引起中断 什么是客观原因 什么是主观原因 不说了 其中终止要求 客观原因要发生 在诉讼时效的 最后六个月 然后法律后果 终止引起的是 暂停满六个月 暂停往后加六个月 然后中断是归零 往后加三年 重新计算 然后讲了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 然后诉讼时效的抗辩 以及诉讼时效期间 法定的问题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 作为义务人 拥有抗辩权 是吧 当事人上法院起诉 法院是受理的 但是呢 不予保护 而作为义务人 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是他的权利 所以法院不能示名 也不能主动适用 权利人 作为义务人 提起诉讼时效抗辩 必须要在一审题 如果是二审题 要基于新的证据 如果是以诉讼时效抗辩 提出再审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那实体权利不消灭 所以如果说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义务人主动还钱 当事人可以接受 义务人还款之后 又以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为由主张回转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期间 还有起算点 引起终止中断的事由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 法定的当事人不能约定 对诉讼时效权利的 预先放弃 也是无效的 这就是诉讼时效的 全部内容 然后再往下是程序 一审 普通程序 检疫程序 小额程序 对于普通程序 要求注意 第一个 首先 有要求 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有明确的被告 有明确的诉求 是法院的受案范围 然后满足刑事条件 比如说有书面 或者口头的起诉状 对吧 那至于开庭并公开进行 公开 要在案庭审理前 去公开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室友 时间地点等等 这就没什么说的 这里边的重点 是检疫程序和小额程序 检疫程序的适用情形 事实清楚 权利又明确 争议不大 然后 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决定采用 视听传输技术方式开庭 可以检疫的程序 可以通过简便方式 送达 开庭 通知 传唤双方当事人 通知证人等 但是有一个 不能以简便方式送达 就是最终的判决数 对吧 然后 以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的 未经当事人确认 或者 你没有证据证明 当事人已经收到 是不能缺席审判的 检疫程序 适用独认制审理 按照检疫程序 审理的案件 可以转为普通程序 按照普通程序 审理的案件 不能转为检疫程序 而不适用的情形 比如说 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 一方人数众多 涉及什么 国家立功利益 再审的 重审的 总之 他不复杂 他不简单 他复杂 他就不适用 检疫程序审理 小额程序 首先要满足 检疫程序条件 除此之外 还有金额较小 怎么叫金额较小 注意 二分之一和一分之二 就这么简单 你就记住 这个比例就行了 一个是直接试用小额 一个是可以约定 试用小额就行了 小额程序 与检疫程序的区别 就在于 可以一次审结 并且当庭宣判 不适用的情形 其实差不多 都是什么下落不明 等等 同时注意一下 涉及身份关系的 不能适用 小额程序审理 这个是关键 那么二审呢 就是注意 针对的是 不服一审 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 可以提起二审 注意 二审的判决 注意上诉期 一审的上诉期 是判决15天 裁定10天 对 这个调解书 是不能够 上诉的 那么再审呢 首先第一个 针对的是 已生效的判决裁定 却有错误的情况下 有审判监督权的人员机关 可以提出 那么谁有审判监督权 如果是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对于本案审理的案件 发现所做的判决裁定 和调解书 却有错误的 他的权利 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 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上级人民法院 对下级人民法院 所做的判决裁定 和调解书 发现却有错误的 跌管儿子两种途径 第一个提审 第二个指令再审 当事人只能申请再审 如果对调解书申请再审 需要六个月内提出 同时注意 一般情况下 是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两种情形 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 第一种情形 是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 第二种情形 是当事人军委公民 然后是申请再审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 记住不走回头路 那包括申请再审被驳回 包括已经对再审 做出判决裁定 再去再审 这两种情况 可以向人民检察院 提起再审检查建议 或者抗诉 但是如果说人民检察院 做出了不予再审检查建议 和抗诉之后 又去找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也是不行的 对吧 然后后边就是调解 我们分为可以调解 和不调解两种情况 一般的民事案件 都是可以调解的 什么情况不能调解 两类 第一个是非诉案件 第二个是婚姻等身份关系 确认的案件 当然除了婚姻 亲子关系确认 只要是身份关系确认 都是不能调解的 调解的效力 记住一下 实体就审结了 案件就审结了 那实体的这些诉求 都已经消灭了 然后调解书 是具有执行效力的 对于调解是不能上诉的 那么调解书做出后 对于同一室友 是不能够再起诉的 也就是这些 那么最后就是执行 执行 强制执行找法院 执行的时效两年 起算点跟民事诉讼的 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差不多 申请执行的时候也是 如果超期申请的情况下 法院是受理的 对方可以提出抗辩 那么一旦抗辩之后 我们就会这个不予执行 那如果对方已经执行了 然后又以执行时效 以过为由 提出回转 人民法院也是不予受理的 就是实体权力的问题 对吧 那么以上 其实就是我们讲过的 民事诉讼的全部考点 对于同学们来讲 你们并不需要像老猴一样 把这些内容 逐一的复述出来 因为你们在考场上 都是有选择题的 面对选择题目 面对选项 你们能选出来就够了 你们毕竟不讲课 是吧 那么随着民事诉讼的结束呢 我们的第二部分 给大家介绍完了 所以又到了我们的课后作业时间 请大家沉下心来 因为这一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这一章基本上50%以上的分值 就来源于这一部分 那要求我们首先去复习 应试指南第二篇第一关 攻城掠地的第二部分 在我们应试指南的25页到43页 好好看 复习完毕之后 去练习应试指南第二篇第一关 机梁筑墙的 单选题的10题到27题 在指南的55到58页 多选题的9到32题 我们这块的题目不少 在59到62页 然后判断题的5到13题 在指南的64页 好好地去检验一下 自己学的这些内容 把它打词式 我们再往下继续进行 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